Anyway 我們積極關注 今天比較觸目的是中大 中大即是炒副校長 炒了吳樹培 中大炒的都是好人 網民都是這樣說的 今時今日被炒出特區政府的那班人 應該都是好人 今天就是中大其實都很絕情 他是寧願賠錢給你積炒 不給你一個月代通知 現在是積炒積科 積炒積現金給 給他吳樹培 即時生效 校董會就說他兩宗罪 第一宗罪 就說他未經同意 繞過校董會 未經同意之下 自訂會議的議程 以及他在中大條例 草議階段 即是中大條例 在草議階段的時候 參與反對聯署 他是反對什麼 他是反對那些立法會議員 包括那個 柳隻秋 張宇仁 張宇仁 還有鄧家彪 那些 就說什麼 因為 這個是牽涉到 中大的院校自處問題 那個校董會怎麼組成呢 過往 就是立法會議員 是3比3 3個就是立法會議員 然後3個就是校友會的代表 而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 那個勢力平衡 就是 給多一個 好像校友會 校友會代表 就減一個 那麼平衡就失了行 即是說 如果你有數票的話 你就補不了院校自主 就是這樣看的話 那吳樹培 就說他作為副校長 就參與了這個聯署 他有份去搞政變 即是說 不是政變 是抵抗 抵抗 現在就是他們覺得是政變 你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那時候 校長的段巴 就是這個段崇智 都不肯出席 這個立法會的質詢 這個停證 那時候是 那時候就說 被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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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因為這一件事情 不舒服 要搖晃 那麼 那不是很快會輪到 段崇智 那 那 總之現在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 這個不舒服 正正就是 你參與了抵抗 作為副校長 那你沒有 就是 去做到一個 政治中立的角色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現在對你已經沒有了信心 很難配合大學和未來的工作 很難做到良好管治原則為基線 最後就終止合約 有記者問校董會主席查日昭 因為查日昭博除要解僱 下一步會不會彈劾校長段崇智 查日昭博未有回應 未來校董會議程是機密不方便透露 一個這麼重要的問題 你不正面回應 機密至少告訴我們 他保留去炒段崇智的機會 有想過甚至承認了 他這樣說就差不多半承認了 就是看你後面那班人 現在那班左派 尤其是梁振英這些 你有沒有看梁振的Facebook 怎樣回應 梁振英一向一直在追擊中大 追擊段崇智 一直追擊中大 是搞到連做核訴 那個審計署都針對中大那些餐廳 因為處長林志遠 自己本身也是個涼粉 梁振英是沒有什麼回應的 沒有什麼回應 免得讓人覺得自己有份 做幕後發工便算了 免得說出口 開香檳 反正已經有人幫他做了事 但整個中大就是這樣 給你段崇智在這裏 你也有得震 沒得奮 今天打你一個吳樹培 他覺得你有份 就遲早到來 打不打呢 炒不炒你段崇智 你段崇智也是閉腳鴨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 你留在這裏 你就中日惶恐道日 然後 你就像 扯線公仔那樣 你裝病 要不你要做什麼 寫悔過書 好像周庭那樣 跟他回深圳 一天有 參與愛國團 叫段崇智回去 TU說 現在整班校董變成朝廷打手 我們認知以前的校董 只不過是虛名 但是我記得 14年打後開始 即是佔中事件開始之後 整班校董突然之間走出來做事 大家才愚夢初醒 覺得 蛤 大學裏面不是一向是校長 話事嗎 什麼時候是輪到班校董 話事 是啊 哈哈 由港大開始 唉 就是這個 今時今日大家都見到 無論是港大中 即是八大學生會 全部被瓦解 跟著就校董無限擴大 你整個大學 就是奪權 香港的大學行政 是完完全全變了 嗯 那現在你不排除會炒的段崇智呢 都起碼如果你有參與聯署的人 嗯 就逐個被人清算了 是嗎 預了啦 預了被人清算 吳樹培剛剛有回應的 回應沒多久 他對這個解僱決定感到惡然悲憤和難過 那他就說 校董會成立的小組對下進行調查期間 一直都沒有被邀請參與調查 或者答辯 完全是黑箱作業的 另外說你怎樣向他開刀 煎炒煮炸燉 他們話事 就已經是 一早想好 要對付那些 當日反對改革 反對張宇仁方案的人 是 無法理解和同意解僱的理由 對於有個別的校董和社會人士 對他做出嚴重的誹謗感到的遺憾 保留追究的法律權利 你還相信法律嗎 快點著草走啦 我是你走 你不知道 你被人解僱了 解僱完之後 他會不會找你以前的把柄 然後對你奸屍去搞 如果大陸的做法就是這樣 追殺你 炒你只是第一步 之後就留志 雙規 然後 我想一下 想到秦剛 快點走好過 你是好人的話 就不要跟他爭辯 真是君子不立迷場之下 真是 說什麼啊 你說這個吳樹培 現在查日超說 他們一班校董就說他有違 是啊 吳樹培的行為令校董令他覺得 能否堅持中立原則有疑慮 吳樹培假假的都是副校長 你現在呢 校董會 就是偏袒這些外來的校董成員 即是那些立法會 那些政治黑手來的 他們要 他們要改變校董會裡面的勢力平衡 這個是校本來的 嗯 這個是校正之本來的 說真的 我反而我覺得 吳樹培 在這件事面有表態 他有去堅持 有去簽署 我覺得是一個君子 大是大非面前 剔了 他自己表達立場 我敬重他一條漢子 但是 漢子也好 君子也好 那是一筆勒危險之下 麻煩你快點走 但以往我們認知的一件事 就是 OK 你在這麽重大的事件裡面 剔了歸剔了歸剔了歸 到最後 爭辯完 大家決定 都是要拜張宇仁的這個方案的話 那就是做咯 那大家就盡大家的能力 希望就是 這個張宇仁的那個方案 OK 我給你立法會議員裡面擴權 但是盡可能就不要影響孝政 這樣做 以前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種行為 根本就是秋後算帳 我真的見到 我真的見到 火滾了 其實是 講什麼中立 阿查日超 這件事 你做校董會主席 你自己都偏袒了外來校董 這件事 不是對就是錯 這件事 如果你讓他這樣削減 這些校友代表的話 你會改變了中大一直以來 就是這個校政治主的原則 其實學生會解散那一刻已經沒有了 當然是 你要明知道很多樓下來的人 其實都在苦苦掙扎 吳樹培已經做了他努力了 我覺得他已經向歷史交代了 我們也盡我們的責任 就報道出來 相信有心人都會知道他的努力 就是校友這麼多的成員 有份參與簽名的人 都會認同他做出的付出 但是 我覺得真的不要跟他撐 你現在 所謂的中立 其實是有病的中立 你想想 以前我們一向認知的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我不買是一件事 我私底下我是中大校友 是一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決意下來了 我仍然會做 這些才是真正的中立 你看看 今天 政府更新了公務員守則 重新定義政治中立 你們這些公務員 經常講政治中立 政治中立的鐵律 這個情況就是 等於我們說 選舉舞弊一不一樣 以往我們認知的選舉舞弊 是不准買票 不准硬用蛇齋餅種 不准硬去請你吃蛇齋餅種 但是 你講的是 2020年 他就改了那個定義 再加入這個 勸喻別人 不要投廢票和杯葛選舉 一模一樣 現在他一向 AO 都是共產黨的眼中釘 因為共產黨 經常拿政治中立這個字眼出來 搬回以前 港英時代公務員的守則 然後抵抗中共的一些統治 老董時代 都覺得你是眼中釘 等於老董 為何和陳方安身鬧不和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我講的政治中立 是我忠於這個位置 而不是我忠於你這個人 他現在就是講這個軍神關係 軍尊神卑 軍尊神卑 如果說政治中立來計的話 以後就不會有這些什麼 現在你新的政治中立 以後就不會有吹哨子 應該就 首先 他現在怎樣去重新定義政治中立 他就說 首先 之前已經講了 公務員要熟讀國安法 然後 現在所講的政治中立 就是在公務員守則裡面 去更新定義 他就說 在盡忠一職守的一章裡面定名 公務員有責任維護憲法 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和基本法 以前就不用管 中國憲法就是中國憲法 基本法就是基本法 河水不犯井水 鄧小平說的 老董說的 現在叫你讀中國憲法 你又要看基本法 兩者有衝突的時候 誰為專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不用說一國兩制 因為最後還是看憲法 就大過了 基本法 以前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以前說的一件事 只不過是說 公務員你終於這個位置 你不可以做令政府尷尬的事 吹哨不會令政府尷尬的 說得明 要終於在任的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 現在要你做狗 要你做中軍 不可因政治觀點不同 或者個人喜好 就拒絕執行命令 這就是由老董時代開始 一直以來想做的事 立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就會骨牌 層層倒下來 公務員就是這樣 公務員法官 那些獨立的法定機構 一個一個倒下來 最重要的 就是公務員 所以我說 其實 你現在公務員政治中立 你加入了這個條款 首先要效忠特首 效忠特首就不講規章了 特首說怎樣就怎樣 我做什麼都是效忠特首 整件事是很嚴重的 特首說不用你的 警察的警例不用你的 你就不用你的 警例裡面寫什麼 那些警察強姦報案人 但我效忠於特首 那個是黃絲 那個是天使 你強姦他 他是天使 他自己都是什麼的 他都是雞 他可以這樣 這個當然極端一點 Benson 黃大仙說 政治中立就是政治不中立 沒有香港市民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 天天吃狗屎 這個應該這麼說 政治中立 現在所謂新的政治中立 就是香港特色 或者中國特色的政治中立 首先 你要忠於政府 忠於特首 才說中立 那就沒有中立 因為 以後就是特首說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要取捨 兩者衝突的時候 以往的政治中立 永遠都是看公務員手質 我們自己本身 即公務員的規章 那些事情 按張辦事 就不是說 下下看特首的眉頭眼壓 現在就要看特首的眉頭眼壓 例如我們以往 在主流報章中 看很多公務員放風 放風要做的 就是殺停政府裏面的亂 又或者我們看黃永平 又或者是 以前都想來 在香港做節目 廣明叔 講以前公務員怎樣做 以前懲教是怎樣做 那些事情 以後如果 如果根據這些 新的規章 我做不到的了 我們很難認識政府內部的運作 現在香港是由一個先進 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團體 就變成一個落後的 以槓桿 以幹部為主體 的落後社會 的落後來自香港 以往的廉潔高效 建基於透明度 透明度 你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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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所謂的 good governance 這兩件事是最起碼的 你權責分得很清楚 這個此其一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香港是 open society 透明而開放的政府 不只是對你香港人負責 全世界都看到 香港的政府 為什麼會講道理 首先所有東西 在陽光底下進行 廉潔 就算給多些錢 多些人工 都值得 現在 人工就負責這麼高 但是 現在的東西 就越來越不透明了 是不是 你現在開始 逐步 逐步 給這些 國安癌細胞 就蠶食了香港 這些本 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前天說 這個區議會選舉 不見了電腦 不關事的 只要不見了電腦 單伺服器的人 效忠於特首 就沒有問題 以往是這樣 以往不可能出現的東西 現在就越來越多了 不用想了 真的 真的 這個